最近中共高官来台的频率和次数显著 今天有平面媒体批评 中共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来到台湾的时候 陆委会丧失了主导权 成为国台办的白手套 陆委会在今天傍晚召开记者会予以否认 这个行程规划上面呢 我们要强调政府具有绝对的主导权 绝对没有放任陆方来台同战 但是我们在现场看到就是说 学生是校方指定的 然后形式是闭门的方式 像这样的一个进行的形式 跟青年交流这样进行的形式 是陆方一开始就提出要用这样的形式进行 那针对这个部分是上 我们在沟通的当中当然也做了一些的提醒 但是这个部分基本上还是会尊重 校方这边的一个安排 张志军来台后 近来中共官员访台的规模次数也跟着显著 陆委会表示不会放任中共统战 希望中共官员认识台湾的民主自由